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还成就过我 他虽然为人离掉 可我蒙古能离掉 我再说一遍 今天你们谁要是敢出任何大错 我饶不了你们 是 老板您放心 我师父还有多久下飞机 还有十分钟 行 你们请给我在这儿等着 其他人都候着 随时注意猎队欢迎 是 八年了 经北市 我终于又回来了 老刘 师父 您回来了 终于借到丁了 大家准备 我收拾离 快起来 干什么这是呢 师父 这可是规矩 什么规矩 我不吃这一套 别让我看见这一幕 行行行 师父 多听您的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 我是听您国外秘书说的 我们特意赶到机场来接您 一切都准备好了 就算给您接风启程 行啊行啊行啊 心意我领了 你现在这个公司做怎么样 这公司都拖您的货 现在做得风生水起 都已经上市了 既然您回来了 我们把公司就交给您 我给您打杂 你好好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就行 我这次回来 只待一个月 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 你们这样 先回去啊 师父 您这次回来 是为了您养父的事吧 没错 我跟我养父 八年没见 他带我比亲儿才要新 我是为了看他 师父 要不您先去参加 我给您准备的欢迎夜会吧 之后 您再去跟您的父亲 不必了 师父 我这都已经准备好了 您看 我说了不必了 你没听到吗 是是是 师父 那我送你 帮你撤柳 回复 师父 有什么事 记得通负我 爸 又难我大哥送你的这块鱼呢 又吓我大哥了 又吓我大哥了吧 八年了 你大哥八年都没回 哎呦 我还是要的 哎呦 哎呦 放心 我相信我大哥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哎呦 大概如此吧 哎 你二哥了呀 我二哥 我二哥都几天没见了 不知道他去哪鬼会来的 哎 这个不成器的东西 哎 哎 谁啊 我去开门 哎 你们找谁啊 这是薛老二家吗 是我二哥 怎么 这就对了 哎 谁让你们进去的 哎 你不能这么乱闯 呦 你这老头 是不是薛老二的养父啊 你 你们是谁啊 薛老二没告诉你吗 他欠了我二十万的总债 我过来要债的 什么 二十万 对啊 不错 就是二十万 我二哥欠你们的钱 你找我二哥去啊 我们上党运动这二十万 呦 这你又不错 对啊 哎 要不要用你来偿还这二十万呢 你觉得呢 你们这些両方赶紧出去 不让我报警了 碰警 你敢报警 哎 签债还钱天经地义的 啊 那 薛老二亲自写的欠条 自己看看呗 我说了 我二哥现在先去交我二哥还去 你二哥要是能拿出来 你觉得我还用着你们吗 我说了我们拿不出这二十万 今儿你承认也得承认 不承认还得承认 年轻人 事情不要做得这么绝 你看看我们这个家庭 现在连买菜的钱都买不起 我哪有钱给你花二十万啊 我赔你脸了是吧 啊 今儿二十万必须缓 你们这事能过去吗 小雪 报警 你找死呢是吧 你们到底想要怎么样 想怎么样 我是来问薛老二要这二十万呢 一分都不能少 太猖狂了你们 实话告诉你们吧 你们知道薛老二在哪了吗 啊 你们知道薛老二欠了多少债吗 薛老二在那边都要快死了 你们知道吗 你们想怎么样 老二怎么了 你们把老二怎么了 不是我想怎么样 是别人把他怎么样了 你知道薛老二在外面 欺了多少债吗 啊 就我那二十万 都是 九龙一毛 我二哥怎么了 我二哥有没有危险 先别怀疑二手 那又没有危险了 今儿你们这二十万 都拿不出来 你没有危险了 没有 我们家一分钱都没有 没有钱 那我之后带你去 你放开 放开我 你放开我女儿 我儿子欠你的钱 你要少也少我 不要我给难过女儿 你一个老头啊 你值几个钱啊 你这你有值钱吗 再说了 这你都这么漂亮 我们带回去 我们哥几个 还能乐呵乐呵呢 你一个老公子 值几个钱啊 我告诉你 今儿二说 我必须拿走 薛老二 我只能带他去抵战了 走 放开 你放开我女儿 我们真没钱 你要带 你把我带走 咋惩罚我都行 要啥要管 随你们的便 你们别围谈我女儿 跟她没有关系 不是 我说你这个老东西啊 你还正护着你这女儿呢 可以 要不你给我跪下 你们不要太过分了 是不是我跪下了 你就可以放过我女儿了 那你都先跪下咱再说呗 行 我跪 爸 你别跪 爸 爸 爸 不是 我说你这老头 你还真跪啊 只要你们能放过我女儿 爸 你们让我干啥都行 干啥都行 来 这样 来 跪着玩着鞋 给我擦干净了 你们不要太过分了 我跟你说 我还有个大哥 他现在可厉害了 他要是知道你这么对我 跟我爸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你还有个大哥呢 你怕吗 我好怕呀 就你二哥那个熊熊 你大哥也就是个怂抱 这样行了吧 这样行了吧 你这老东西挺有意思的 我让你干嘛你就干嘛 不过你听错了 我没让你用手杖 我是让你用 舌头给我舔 你 要怪就怪你那不争气的二儿子吧 舔还是不舔 这要不舔的话 他就得跟我走了 好 我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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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你不要 爸 爸 你别 你们不是让我跟你们走吗 我愿意跟你们走 小雪 你胡说什么了 哎 这个就对了嘛 哈哈 就依你的姿色 啊 就算我那二十万不要我都值了 小雪 你不能跟他们走 这事跟你没关系 爸 你个老东西 你给我闭嘴 你要不闭嘴的话 你信不信我弄死你 爸 那我也不能眼睁睁看你被他们欺负啊 爸 爸娘 对不起 让您受处了 我终于回来了 爸 这次 一定好好补偿你 爸 小迪 大哥 爸 小雪 怎么了 这个 这他妈谁呀 这个 爸 对不起 爸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你他妈没看见老子在这儿吗 老子让他起来了吗 爸 你等我一下 你他妈瞪什么瞪呢 还握着拳头 怎么了 他先打我不成 来 你动我试试 不要 大哥 你他妈还敢真打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走 你他妈还敢真打我 你给我杀 你你你你你你是谁 哎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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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 停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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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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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哪里跑来的狗 徐老二欠了我们的债 我们还要债的 小雪 什么情况 我也不太清楚大哥 我只知道他们告诉我说二哥欠了他们二十万的赌债 非让我们还 但是我们哪有钱啊 所以他们就欺负我 这这这 徐老二欠了我们的债 我们要债是天经地义的 对对吧 老二在哪 你看 老二欠了报告一百万 被报告关起来了 你们这些混蛋 今天要怎么个死罢 哎 瞧瞧你们 瞧瞧你们 我的家不用了 还没想我 我的亲人被你们这么欺负 我心里会放了你们了 哎 老大 算了老大 别把事情弄大了 况且我们现在不是没什么事吗 这些都是老二人的货 放了走吧 是是是 都是那老二人的货 我今天可以放了你们 但是我告诉你 以后再来碰我的家人 我不管什么原因 我一定弄死你们 你你你你放心 你放心 那个绝对不会 那抢我们也不要了 啊 你说老二现在在什么 报告手里是吧 是是是 那住在那个重北 重北大厦 报告的会所里 估计 估计这个老二 快被让他死了 滚 爸滚 妈妈 妈妈 爸 对不起 让你受苦了 老大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爸没有受罪 爸 是我不孝 你受苦了 别说这个了 快起来 哥 哥 这么多年你都没回来 你去哪儿了呀 我当年 为了给老儿报仇 打上了人 后来受到的惩罚 就去了国外 唉 发生了好多事情 回头我再给你们 慢慢讲吧 好 别说真的 只要你能回来 爸就高兴 爸 你们为什么现在生活 这么落魄呀 我不是每个月 给家来打十万吗 什么 你每个月打十万 你打哪儿了呀 不打给老二了呀 他知道了 二哥从来没有输过呀 那肯定是二哥 自己拿去花了 他敢 他有什么不敢呢 大哥你都不知道 二哥现在再也不是 以前的二哥了 到底什么情况 他现在没有正经工作 一天到晚就在外面鬼混 而且现在还染上了毒瘾 欠了一屁股债 咱爸每天就靠 瘦那么点垃圾赚钱 全被他给拿走了 而且今天这些事都是他闯的祸 你也看到了 老二怎么能变成这样 哎 家门不幸啊 我一生没有亲儿子 就收了你们三个孩子 可我又不能不管 看来他现在是真的走上邪恋了 这个徐老二 我见了他一定饶不了他 大哥 刚才那个人说 他好像被什么叫boss的人抓走了 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哎呀你别管 有事儿了 也是他自走了 爸 要不然我现在去找他 我把他揪回来 你别去 别让你 因为让他麻烦 他这一次得罪的 可不是一般的人 他自己闯了祸 让他自己一个人承担 你别藏这滚浑水了 爸 再怎么说他也是我二弟啊 我跟他一块长大的 他现在有危险 我不能不管他吧 他就算再混蛋 也只能我收拾他 还轮到别人收拾他 哥 你不要去 太害羞了 没事 爸 我这几年在外面学了不少闻事 一般人也活不了我了 还是要小心啊 没事 爸 您放心 我这儿去把他揪回来 唉 这老儿啊 真不是个东西 小雪 你再照顾好爸 我去揪回来 哥 那你一定得小心 放心 爸 我走了 小心点啊 一 二 一 下 这要报告 打牌呢 哎呀 哎呀 您的钱要回来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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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徐老二他妹妹 抓来了 没有 没有 那你是干什么插呢 报告 你干嘛呀 这 哎 你是怎么给我撑过 说务必把 徐老二他妹妹给我弄过 哎 你他妈现在给我说 弄不了 不是 不是 报告 那你也不能拿开水泼我呀 我 我没拿硫酸泼你 都能把你烤的 哎呀 报告 这是不怪我 这本来事情都成了 谁知道那是徐老二 什么出来一个 大哥 那身手 可是了得的 我们几个兄弟 都没有拿下 废了 就是废了 那 报告 这 你再给兄弟多来几个人吃个人死 兄弟一定管那小鸭子给你拿下 行 不用 滚大 啊 滚大 是 报告 报告 哎呀 徐老二那妹子我可是见过呀 那可是万一呀 你什么时候还弄过来 别忘了 哥几个呀 报告 徐老二 你不是就在关子吗 你可千万不要打他死了呀 那么训闹大了 可不好呀 我怎么做 需要你教我 吃吃 报告 我走嘴 你放我走嘴 大哥 外面有人求见 谁呀 他说 他是 徐老二 他大哥 他 徐老二 徐老二 他大哥 这个不知道天高 这么厚的家 他带多少人 就他一个人 就他一个人 干过的 是不想活了吗 那还让不让他现在 让啊 我让他有来无回 是 报告 刚才听爸说 需要他哥 挺厉害 那需不需要咱们提防点啊 这是我的地方 老子一个电话 喊过来上百人 我怕他不扯 光我报子的名头 吓死他 再说 徐老二 现在在我手上 拿去 接去 发牌 请问哪位是报格 我问哪位是报格 你小子挺猖狂的 那么 你就是报格了 没错 是我 行了 把我弟带出来 我要带他走 什么 我没听错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是徐老二的大哥 我要带他走 你知不知道 徐老二欠我多少钱 你就要带他走 带得走得带 带不走也得带 你这猴子 你这猴子派来的逗逼吧 徐老二欠我两百万 你要是能拿出来 我就让你带他走 你要是拿不出来 别说你带他走 就是你今天也走不了 徐老二欠你什么债 白纸黑字写着 赌债 你分也少不了 所以 就是你们把我二弟 还捐在这个样子的吧 他自己欠下的赌债 那他怪的不是 行 要钱可以 我还给你 但是你得先让我 见见我二弟 那不好意思 我只见不到钱 我不可能见到你二弟 就算我转给你钱 你以为你拿得住吗 你以为老子是下巴 没有我拿不住的钱 行 我转离嘛 但是我要提醒你 你收了我的钱 可不要后悔 你他妈到底有没有二百万 卡号就我 来 就这张卡 转吧 行 帽子 我现在就给你 你要是转不出来 那我今儿可不能放过你啊 到账了 查收吧 你找的真的假了 是二百万 不是二百块 费什么话 你自己查一下不就好了 你真的给我找啊 没看出来啊 现在可以把我二弟带过来了 行 可以 我现在就让你见你二弟 来 你们两个把他二弟都带过来 好老哥 真没想到 这徐老二这么多窝囊费 还有你这么给我钱 八个呢 你想不到的事还多着呢 而且我告诉你 你今天收了我的钱 我说你花不出去 你就花不出去 你信不信 小子 在京北市啊 你是第一个敢跟我抱着这么大口气 说话的人 德哥 徐老二带过来了 德哥 德哥你回来 你终于回来救我呀 大哥 哎 什么意思啊 我让你们走了吗 什么意思 我让你见徐老二 我让你带他走了吗 大哥 求我大哥 跟我玩这一套是吧 刚才你还我的二百万 那是本件 利息还没还呢 八个 我做过就占了你一百万 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行 利息多少钱 五百万 那我要是不给呢 不给 不给你们谁都走不了 大哥 大哥你都给了吧 他们用什么手段 我知道呀 看 你二弟啊 还是明白势力的 你以为凭你们几个 就能耐达得了我吗 我听说 您有两把刷子 但是你别忘了 你现在在谁的地盘上 我的人啊 每一个都是顶级高手 我劝你不要 敬酒不吃 吃罚酒 那就试试看 不是 大哥别试了 我试过都不行呀 你给我闭嘴 你的照顾都要再给你刷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放下三百万 我放你们两个兄弟走 要不然 别怪老子不客气 那我也再说一遍 不可能 你们两个先上 让这个小子尝尝力 是 小子 那就不客气了 豹子 你还想怎么玩 你 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你惹不起的人 快把所有人都给我叫过来 怎么 这就叫人了 我告诉你 就你们这样的废物 来一百个也休想斗我一根汗毛 但是我今天没有时间陪你玩 下次再来找你 走 你别走 别走 你别走 等我兄弟来了 我蹲 非要爱这一人 大哥 你现在怎么这么厉害 你跟谁选呀 走 等下 大哥你慢点 疼疼疼 大哥 七年不见 你说说可以 你打我干嘛 你说我打你干嘛 徐老二 几年不见 你本事大呀 大哥你先放开 我说你二弟 你还好意思说你是我二弟 你这些年轻人都干了什么事 我也是一时糊涂 你一时糊涂就可以肆无忌惮 炸去霸 你一时糊涂就可以把我每个月 给你打个十万块钱 全部堵吞 你一时糊涂 你就可以欠一屁股债 你一时糊涂 你就可以给家里找这么多麻烦 爸给别人跪下 小雪差点被人侮辱 老二 这都你干的好事 大哥 你 你都知道了 要想人不知 除非几木梅 你再让我失望了 对不起大哥 我以后一定改 都是赌博惹的货 我以后再也不赌博了 你给我回家 跪下给拔脑线 我要是再发现你死刑不赖 我把你手给你堵 是是是 你放心我再也不赶了 我现在就给你回家 我真恨不得一拳打死你 大叔 你们回来了 过去 二哥 明天怎么不这样了 老二 你看看你 现在成什么熟样 爸 对不起 我给你们惹麻烦 你说你 现在还有没有没有点人性 要不是你大哥去救你 你早就被人打死了 爸 我知道错了 我对不起 是我该死 是我该死 好了 起来吧 老大 你去救他的时候 有没有惹什么麻烦 没有 爸 全都处理好了 好 那好 这样吧 你带他到医院去看看 我看他也伤得不轻 我就准备带他去 医院 就回来先给您报个平安 好 赶紧去吧 大哥 你需要我去吗 你在这儿照顾我爸就行 有啥事给我打电话 好吧 起来吧 走 大哥 这是你新买的车 你闭嘴 大哥 你这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呀 你不但身手这么好 还这么有钱 这真懒得你 行行行 不说算了 但我要提醒你 今天那个豹子 他可不好惹 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有我在 掀不起什么 你要一直在家海峡 那你要什么时候走了 那我们不又惨了吗 哎 豹子你了解吗 我太了解了 他无恶不作 谁都拿他没办法 只要他有后台啊 什么后台 我市的明星企业 刘氏集团的董事长刘辉 就是他后台 怎么 你说谁 刘氏集团的董事长刘辉啊 怎么 你认识啊 你自己去医院吧 我有事儿 大哥 就快到了 你就把我送到呗 你有啥事儿啊 滚 行行行 我滚我滚 大哥 你给我点钱 我没带钱 谢谢您好 这里是刘氏集团 请再来点什么需要 我来找人呢 啊 请找 请再给你找谁 我来找那个刘辉 麻烦你打电话叫他下来 就是我在现在等你 呃 麻烦你告诉我一下 是这个人吗 我帮你查一下 怎么 你们公司有很多叫刘辉的吗 嗯 就是你们的董事长刘辉 喂 打电话叫不下 哦 是我们刘总呀 那您有预约吗 我没有预约 啊 对不起先生 没有预约 您是见不到我们刘总的 他现在正在开门 你打电话告诉我 就是我高迪的钱在等他 他自然是下来 这家不得行吗 你只管这座 出了问题我不负责 是 那我打击他 去 好 行 行了 怎么了这是 莎总 您大概正好 这位先生没有预约想向刘总 我就准备向您请示 小林 我说你脑子是不是坏刀了 刘总是什么级别的人 能是这种阿妈狗狗见的 你说要是什么人都能见刘总 那我岂不是要忙死了 刘总岂不是要忙死了 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 我看啊 这前台职位已经不适合你了 明天你去仓库报到 请问你是谁 为什么说话这么没有叫量 你 你说我没叫量 你是什么人 先生 这位是我们刘总的秘书沙总 哦 看来是刘总的眼光也 故事没有 找了你这么的货色当地 你说什么呢 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 嗯 我不想搭理你 给刘总打电话 让他下来见你 哎呦 我说你这个小子 真的是什么都敢说呀 刘总是你叫的吗 你赶紧给我管 趁着我没有发脾气 我就当你是开玩笑了 这刘氏集团呀 可不是你一个小弟弟 撒野的地方 虽然我没有发脾气 我就当你是开玩笑了 我说要刘贵下来见我 你没听到吗 就说是我高低的 什么高低的弟弟的 你赶紧给我管 要不然 我找人把你赶出去 你们刘氏集团 就是这样办事的吗 你通报了 没有通报一声 就确定我是来打乱的 作为刘总的秘书 你目中人 防网自打 痛出狂言 肆意侮辱手下 你怎么做的刘总秘书 我说你小子 反正劲了是不是 我们刘氏集团的人 怎么做人怎么办事 还轮不到你一个 修备端的小子来指点 我不仅可以评价 我还可以开除你 你信一信 开除我 就凭你 你是从哪个精神病院 跑出来的 这不是你白日做梦的地方 保安 保安 肠总 把这个沈宁敏给我赶出去 是 小子 是你自己出去 还需要我动手 你敢动我 臭小子动怎么了 你敢吹我 小子 我再说最后一遍 叫刘卫滚下来见我 就说是我高级的东西 等他 行 你有种 你给我等着 你个想要紧 对了刘总 看来呀 我们集团要加强下安保工作了 免得什么不三不四人 都能进来胡闹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刚有一个小伙子在前台 他给前台打电话说非要见你让你下去 我没有允许 他就欺负我 有这样的事 刘总 你一定要为我做主 现在这年轻人真不是到天高地高 简直太猖狂了 这根本没有把你当回事呀 行 你先等着 我现在就着急着 好好把他教训做 那你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 替我出了这个恶气 谁敢惹我的小伙伴 我定让他完蛋 等着 我现在打电话 哎 对了 刚才楼下这小年轻 有没有说他叫什么名字呀 说了 叫什么高什么迪 高迪 怎么了 你确定他叫高迪 高迪怎么了 刚才保安赶他走 他还要保安给打了 你混账东西 你 你打我干嘛 你知道他叫高迪 你不及时通报我 而且你还要保安赶他走 他就一个二十多岁的毛头小子 闭嘴 他是个毛头小子吗 你知道我这流史记本是怎么来了 这是他给我的呀 他是我师父 你要是他现在一句话让我滚蛋 我就得滚蛋你信不信了 他 他才二十多岁 他有那么厉害吗 你给我闭嘴 你现在赶快下去把他给我紧了 不不不 还让我自己下去 你现在气得 别让我师父动动 要是他动动 那就不是一个发展的事情了 赶紧给我走 师父 你进来也不急急大招 我好去迎接你啊 刘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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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公司现在混得风声很神奇啊 哎呀 我敢不敢师父 这都是托您的父母 我听说刚才闹了点小误会 我特意让上上来给您倒一下 高先生 对不起啊 刚刚都是误会 对不起 倒个线就完了 哎呀 师父 我都听听了 您说要他滚蛋 我现在立马让他滚蛋 刘总 我 我给你 那个 莎莎 你刚才说我开除你是白日做梦 你现在信了吗 高先生 对不起啊 我 你不用紧张 不用紧张 我看你跟老刘有一点关系 我再不会开除你 但是 什么总经理 什么秘书 你也就别看了 你就站在门口 做个接待吧 是要把我们学学怎么做人了 我 我 如果我 我师父安排做什么 你做什么就行了 老刘啊 我看那个小姑娘 替她的位置挺多似的 先上她了 谢谢师父 听您安排 哎 兄弟 从今天那天 你就入职部门经理了啊 真的吗 我师父都发话了 当然是 谢谢刘总 谢谢高先生 师父 那咱们稍息聊吧 好 走吧 哎 刘总 那我呢 别 哎 慢走 来 师父 来 您坐 我给您倒水 不用了 你也坐吧 我来师父给你点事 哎 师父 你要是觉得刚才那事不解析 哎 我把上上给你叫来 你随便出去就行 我不会在这种小事上动动我的 我来师父给你点别的事 哎 师父 您提款说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豹子的 豹子 哪个豹子呀 你就说你认不认识一个叫豹子的 哎 我倒是认识一个豹子 哎 但是他和你应该不会有什么交集 是不是京北大厦开会所的豹子 对对对 就是他 您怎么知道啊 他跟你什么关系 我 说 我说 他是我一个表弟 就在我手底下干活的 怎么 他有得罪你吗 他干的什么 我 你知道吗 我 我知道一点 你知道一点还是就是你怂恿他干的 怎么 他有得罪你吗 他撕开地下赌场 放高利贷 无恶不作 这些都是打着你的脚干的 你知道吗 他 他敢 他是不敢 但是现在他就是这么做的 老刘 你现在胆子大 我把公司交给你 你什么样的勾当 什么样的生意 你都敢做啊 师傅 我 这豹子干这件事 我是真的不知道呀 我要提醒你 我在国外的时候 给你回来让你办这家公司 是给你机会 我把公司给你 并不是让你为所欲为 你记住 我可以给你公司 也可以随时收了你的公司 只需要我一句话 明白明白 这些我都明白 师傅 您当时教育我的 老老实实做人 踏踏实实做事 这些我都记得 你记个狗屁你记 我看你都忘完了 在公司跟秘书搞在一起 在外面怂描手下 干见不得人的勾当 这就你说的老老实实吗 胡误会 这都是误会呀 师傅 我没有跟莎莎搞在一起 而且是豹子上 我是真的不知道 都是误会呀 有什么误会 有什么误会 豹子开设低压赌场 还差点把我二弟打死 我去熟人现场 问我要两百万 这有什么误会 当我知道他是你手下的时候 我对你是真失望 什么 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个豹子 我一定找人好好收拾收拾他 你放心 我一定会掩查这件事 我们豹子绝对会 杜绝这些所有违法的事情 我希望你能说到做到 另外你给我警告 老子 以后再敢揪着我二弟和我们家伙 我不但要找他随时玩断 我也要你好看 好 您抱歉 我一定是真失望 那边我让他来你密切 当面跟你道歉 还有 我不想看到你公司有任何负面消息 我的实力你实际上是过的 是是是 师傅 这辈子我只服你 走了 哎 师傅 当时我安排一下 我请你吃个饭吧 谁变半就不用了 你干好你自己的事情 谢谢 谢谢 那我送你了 这老大咋还不来了啊 果然你没签出医药费呢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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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醒醒 先生 先生 干嘛呀你 先生 医药费您得接一下 等 等一下吧 等 等 等会就会有人来呢 先生 您这么等也不是个办法 不是 那 那我能怎么办 我也没有签啊 那你说我那不太靠谱的大哥 他不来呢 大哥 大哥你来了呀 说谁不靠谱呢 我说怎么玩呢 不是 药费我已经叫过了 你先出去 好的 哥 你干什么去了呀 我在这医院都待了一个多年 多月了 你都不管我 要不是咱俩从小玩到大 你那都那事 我真的恶人都替你管了 如果 爸跟小雪 因为你出了任何事 我慌慌了一遍 是是是 大哥 我知道错了 我跟你说啊 我就回来一个月 往后 爸跟小雪 全靠你自己照顾 你这个样子 我能放心吗 哎呀 你就放心吧 我已经吃过亏了 我不可能在同一个地方 摔倒两个岁啊 你就管你放心走 爸跟小雪 报答我事 我希望你最好能说到做到 要不然我随时过去收拾你这个问题 哎呀 是是是大哥 那个 我还有事想找你帮忙 说 我想 问你借了一百万 我做点生意 你做屁生意你 我看你就是死性不改 就想拿一个我手势 哎呀我真的做点生意啊 骗不了 你动过你的贼眼珠子 我就知道你想放什么屁 大哥我真没骗你 我真就做点生意啊 做生意的事也不再说 但是我要提醒你 你再死性不改 我说动了你的手 就一定动了你的手 是是 不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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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哥 虚老二那个事 就这么算了 怎么可能就这么算 哎 我一命二人小子 碎尸万碌 让他妹妹 乖乖的 上了我的床 他不是你就给你转二百万嘛 二百万算个屁啊 在我的地方打我 才是对我报的最大部分 邦哥邦哥 老板呢 马上你倒带行车呢 哪个老板 就是刘总呀 刘总 卧槽 快快快收收收 老板 您怎么来了 怎么 我不能来啊 哎呀 您当然能来啊 欢迎您随时来考察吧 老板 最近 会所生意怎么样 最近生意啊 特别好 这个月的利润啊 又是破了纪录 是不是 这都是您 叫他个方法 老板 你打我干什么啊 你说我咋没干事 我不知道啊 这道理呢 你知道知道知道 老板是不是出生事了 最近有没有干什么缺带的事 老板 老板 我一直干的都是缺带的事 这个 你是知道的呀 我 闭嘴 你最近干这不正闹的勾当啊 是不是都是打出我的脚 我 我 我可没有 我可没有 没有 别以为我不知道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你干这丧尽天良的事情 以后 便是在关闭的 跟我划新界限 明白了没有 老板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出的事大了 你笨个气氛 什么事 这 我一直经常都很用心啊 闹什么情况 我问你 认不认识一个叫徐老二的 徐老二 是不是徐老二呢 出了什么问题啊 我他妈问你认不认识 认识 徐老二欠了我赌债 昨天刚走 你是不是收了他就来我了 是啊 他欠了我钱 没有两百万 他走不掉了 他三百万的利息我还没用呢 你个城市 都败这一位的废物 你知道他哥是什么人吗 那徐老二就是个怂包 他哥能跑到哪去 你个废物 你给我惹下大麻烦了 我告诉你他哥是谁 他哥是高皮 他哥是战神经的人 我更是家产万贯 就连我这公司 都是他给我送的 别说志兵 就连我在他面前 就像只蚂蚁 他都诺手指 就得捏死我 有这么夸张 怕是不是这些 他的能力啊 我是借识我的 你现在让他 不经意的 忘了完蛋 就连我也跟着一块完蛋 那现在怎么办 你现在马上把两百万退给他 并且跪下给他道歉 另外以后别再招惹他的家人 要不然 生气也就不了你 这好不容易中的两百万 退给他 哪有这样的道理啊 我怎么说让你退你就退 你哪那么多的话呀 好好好退 我退 我退 还有 你现在的所有声音全部我听了 等这个过了这个分头 再说吧 全听了 我怎么让你听就听 哪那么多废话呀 是是是 都听你的 老婆 我希望今天我说的话 你都给我记住 你给我捅着这么大的笼子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要不然 随时你也要死 是老板 您说的话 我都记着 哟 老板 您慢走啊 他妈的 打了我伤抓着 鲍哥 这个薛二哥 背景这么大呀 连老板就要不起 我管他什么被子 老板惹不起 我抱子惹不起 难道你想没背老板的意思吗 我抱子这么些年怕过谁 谁也被他拿捏我 还让我把他们家人放 把二百万退回去 我呸 老板 我求你还是不要胡闹 老板是什么呀 他都松了 我觉得咱低到这儿好吧 这妈的 轮得找你提醒我 是是老板 你说什么 是什么是是 明天 就从徐老二身上开刀 老子谁都不怕 不让我惹他们 哼 我就偏偏惹他们 爸 这样身体舒服多了 行了行了 歇会吧 哎 我没事 这么多年我在外面 也没有机会好好照顾你 哎 爸 我等会在您出去 给您挑一个大家的房子 给您买个大别墅 哥 你是要给我买壶房吗 给咱爸买的 跟你没关系啊 那我怎么办 我结婚就在这房子下 你结婚你自己想办法 你都这么大人了 不知道自己挣钱吗 不是大哥 你这么有钱 你随便给我点我都花不完 那我哪用得着出去工作啊 哎 哎 老二 我挣的钱再多那是我的钱 你自己不忘了 给你再多钱也挥货了 哎 行了行了 我也不需要买什么大别墅 我感觉这个房子 我住的就挺好啊 你不要我要 我觉得这房子我住什么 你别 我去 跟你商量个事呗 是不是又借钱啊 我就借五万 我有急用 你有个狗屁急用你啊 你要干嘛 大哥 您这么有钱 你就借我五万 怎么了 你管我干嘛呢 五毛都没 我 行 你不可以说 你干嘛去啊 我死去啊 哎 这孩子 越来越不听话了 你是不管他 我想往往收拾他 等会啊 先给您看房子去 哎呀 哎呀 这不徐老二嘛 你头是怎么了 头怎么了 管你屁事 哎呀 再来玩玩 哎呀 你就别拿他开涮了 他的头都是欠爆个钱被爆个打的 他现在哪有钱玩啊 你说谁没钱呢 我大哥拿个上千万都不在话下好吗 你大哥是你大哥 况且你大哥真的是你亲大哥吗 你他妈说啥呢 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行啊 行啊 天霸哥在哪呢 怎么 又想找天霸哥借钱呀 天霸哥就在外面办公室 你去找他借呀 跟我等着 来我们接着玩 天霸哥 喲 老二来了 那天霸哥欠那两百万的账 我一块钱给爆了 我知道 要不然你也这样弄出话吗 那天霸哥你看 我欠你的钱我也还了 你能不能再给我借点啊 你也知道我哥特有钱 我肯定能跟你还上 咋了 手又扬了 是是扬了 不是 你这个哥到底是啥来路啊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 他一直在国外里也不知道干啥呢 反正说特有钱就对了 咋了你也知道了 五万多 我这次一定的我都已经发誓规矩了 是啊 这样 我借给十万 但是呢 你得给我打个二十万块钱呀 行 没问题 那咱就给你准备好了 来 签个对手 行了吧 哎 哎 老 我都提醒你啊 借钱啊 是要还的 我不管你哥是谁 你跑不掉了 天霸哥你放心吧 二十万 小天啊 行 小天啊 小天啊 行 哎 小天啊 你还真把钱借过来了 哎呦 那赶紧开始吧 赶紧的老二 玩啊 你们怎么玩 你想怎么玩 我们就陪你玩 行啊 那我就好好陪你玩玩 把你们之前有我的钱啊 多头忙给游回来 没问题 只有你有本事 钱都是你的 洗牌洗牌洗牌 哎 邦哥 那小子已经上钩了 拿的钱已经进去了 好 干嘛 我也是他 喂 邦哥 你放心 我已经安排跑了 过不了多久 这小子的钱 输得一分不胜 好 我玩过了 哎 好的 瓜哥 那我挂了啊 老二 不好意思 三条 哎 来来来来 放杯子来 你用什么来啊 你的钱 全都输光了 行 你们给我等 我去拿钱 行吧 去吧 多借点 借点钱 怎么够输呢 闭嘴 哎 哎 天花哥 怎么 这么快就出来了 这 这是赢你多少 哦 说 说啊 天花哥 你能不能再给我借十万 什么 再借你十万 我给你写一个三十万的借条多少 这样吧 你把我刚借你的二十万的钱还给你 我呢 就可以再借你十万 天花哥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这是一定的方法 哎 先把这二十万的房给我 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 我现在哪有钱啊 那你就走不了了 许老 没想到这么快又见面了 浩哥 你你怎么在这儿啊 很愿吗 许老 上次你大哥在我会所很威风啊 老子打的可不轻啊 不是 那是我大哥干的跟我没关系啊 算了 上次的事啊 就一笔勾销了 但是你今天 这二十万啊 怎么说 这 这二十万是我亲天爸哥的 屁话 天爸哥是我的手下的 你不知道 行 我现在就回去 我抓紧时间给你喝 抓紧时间应该是多少时间 我今天就想在这儿把你撂倒 弄上去 不吧 等一下等一下 我给我一圈时间 我现在就回去跟我那朋友钱 贪钱啊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在你大哥眼里 屁都放上去 不是 我真的去想办法吗 这样 你要是把你帮我还这事啊 不仅是二十万啊 免了 我啊 还会再给你二十万 怎么样 什么事啊 我听说 我听说 你妹妹 长得不错 这样 你把她约出来 陪我吃饭 就 光吃个饭 那还能当啊 但是啊 吃完饭 至于我们后面还有什么娱乐项目啊 那你就会挂 这恐怕不行吗 不行 我的手段 你可是知道了 那不行 先把她关上了十天狗龙吧 去 现在就去 不不不不 我试试 我试试还不行吗 那我可要提醒你了 要是约不出来的话 那我可要拿你出去喂狗 走 二哥怎么还没回来啊 不管她了 咱们吃咱们的 小姐 你先坐吧 不等她了 咱们先吃 老二这几年 可没少让我操心 老大 她现在走了弯路 你要多帮忙她 放心吧 爸 虽然我们三个不是亲兄妹 但是盛死亲兄妹 我一定会管教她 那行 那我就放心了 好 吃吧 诶 二哥你回来了 你这出去转了一圈 回来了 变得这样子无形大散了 诶 你说你现在还像不像个人样 你老婆都没有啊 你怎么说话呢 跟爸什么态度 我什么态度 你们都没看得起我是不是 你们都看我不顺眼是不是 你们都觉得我是个雷队是不是 对 我们就是看不起你 你要想着我们看不起你 你做点让我看得起个事儿出来 我他妈就知道 你这么多年不回来 一回来就装了好人 可可算是拿我当亲兄弟 你怎么跟你这批玩快点都不会 你拿我当兄弟了吗 帮你说话句话给我注意一点 刚才要你说我 你早就没把我打死我 打死我 打死我打死我 大哥都是为了你好 你就别生气了上去吧 废话 我 我看他现在看见我巴不得吃了我 喂 你别误会了 他只是想让你好好混 他刚还在念叨你呢 算了吧 我也不回来了 免得你们算两个吃 哎 别呀哥 咱们兄妹几个好朋友去一块儿 能不能快吃过饭呢 算了吧 等几天 等我休息一会儿 那行吧 哎 你这外面没什么事儿吧 我能有什么事儿 还得小心 明天下午有事儿 明天下午啊 明天下午啊 好像没什么事儿 怎么了 我想请你吃个饭吧 你说我们兄妹这么多年了 不是亲生的 但是确实行的 所以我想请你吃个饭 就像朋友 咱们这些又什么请吃饭的呀 这些回家吃不就好了 不在外面净饭 嗯 那我叫上大哥 哎 不能叫大哥 我现在不能看着他 你要是当我是你哥 你就自己去 好吧 那我去 好 记住啊 千万别给大哥说 明天下午五点 就点翻装 嗯 我记住了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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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报告 事情都办不起了 明天下午五点 就点翻装 小雪儿 你二哥呢 你这走了 嗯 他说他要冷静两天 行 这样也好 等我再家这段时间 肯定给他车外面全改 嗯 对了 二哥刚说明天下午 明天下午 什么了 哦 没什么 明天下午 我约朋友出去吃饭了 我就不在家吃了 难不理了 嗯 行啊 哎 那你明天下午也别出去了 交到家来来吃吧 嗯 嗯 嗯 不了 那我们都约好了 在北区的金月饭店 行 那我先吃饭吧 嗯 嗯 老 你妹妹 不会不来了 放心 鲍哥 他从小就听我话 我让他来肯定来 行 这回啊 就看你的了 这个事儿要是办好了 咱们哪上 一笔勾销 我再给你二十万 没问题 来鲍哥 天鲍哥 走一个 小雪 喂小雪 喂阿哥 我到了 你在哪个房间 我在三楼 三零一呢 快过来吧 看到没 都已经透了 可以啊老二 还是你靠谱啊 那是 哎 小雪来了 快快快坐坐坐 呦 美女 等候你多时了啊 哥 这是什么情况 小雪啊 这是鲍哥 就想请你吃个饭 哎 上次约你没约出来 还是你二哥厉害 说约就约出来了 二哥你太不笑话了 我跟大哥说 小美女 还没有哪个小妞 能从我手上跑走 今天你大哥不在 你二哥又是个窩囊肺 今天啊 你跑不了 鲍哥 话不能这么说啊 没你什么事 你出去吧 鲍哥 这 快出去 喝 鲍哥 你不能这么对我二哥 小雪 我先出去一下 你陪鲍哥喝一杯 鲍哥 你别留我一个人在这儿 鲍哥 鲍哥 二哥 来 二哥 你别碰我 你别碰我 我喊了 你喊了 这是自己家的酒店 你喊破了喉咙也没有用 你再碰我 我大哥知道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那是以后的事儿 来吧 来 来 鲍哥先喝一个 哎呀小美女 喝一个呀 我不喝 来呀 喝一个 鲍哥 你干什么 鲍哥 这 这钱我不要了 我今天就把钱给你 你让我没走行不行 让你妹回去 你当我是什么 赶紧给我出去 别坏老子好事 师兄 鲍哥 我吹一瓶 我吹一瓶 你他妈有病是什么呀 鲍哥 我求你了 今天话 晚了 不是 鲍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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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钱那面前 什么都不是 来 跟哥喝一 configurations 让你喝你就得喝 把神 我们不要喝就不喝 咱现在先进行下一步 有你什么事 在 你给我喝 喝完 这才对 来 继续 你干嘛找死是不是 小军 跟我走 你 你 你怎么来了 大哥 抱歉 你好大的胆子 大哥 不是我 是你弟 都是你弟把这小牛送过来了 你敢动我妹 你不要发誓吗 不是我 是你弟 都是你弟 大哥 不是 跟我没关系啊 你给我回去等着 看我怎么弄死你 滚蛋 好好 我滚 行不行 大哥 大哥 你怎么知道在这 徐老二 你还是人吗 对不起 小雪昨天告诉我 跟她男朋友今天在金月酒店吃饭 没想到是你带着这帮混蛋过来 要不是今天我及时赶到 小雪的后果有多危险你知道吗 大哥 我一时糊涂 你一时糊涂 你简直出生都不如 大哥 这一巴掌 我们俩恩断义绝 从现在开始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 你再无大哥 我再无二弟 今后你是死 我跟我们有半保险的关系 大哥 这一巴掌 我替爸教训你 打你忘恩福 你不忠不孝 你对不起 爸对你的养育 你妄为人子 我 大哥 这一巴掌 我替小雪打他 你把自己的妹妹往火坑上推 你简直就是一关其中 出生不如 我就问你一句 小雪一声声二哥的叫着你 你良心会不会痛 大哥 我真是一时糊涂 如果小雪今天被人侮辱了 你一句一时糊涂就行了吗 有的错改了就能得到原谅 但有些错 这一辈子我和小雪都不会原谅你 小雪 我们走 走 老板你放心 等着分头一过 我还能让你来公司 做这个总经理 你讨厌 你说你一个总经理 他跟那毛头小子干什么 哟 你胡说了 这毛头小子 那可不是一般的毛头小子 是 师傅 您怎么在办公室啊 刘总 好雅兴啊 别别别 师傅 我跟这沙沙没有什么关系 他现在不是在下面 你们俩什么关系 我一点也不关系 你出去 我 我什么我 我师傅让你出去 他们快滚 走 师傅 小鸭头也走了 有什么话 你就说吧 给包子打电话 让他过来 哎 师傅 他 给他打电话 我说了打电话 让他过来 废什么话 是是是是 我现在就让他过来 阿牧 现在马上到外公室来一趟 老板 什么事 你他们废什么话 让你过来 是 师傅 我马上过去 师傅 我已经打过电话了 你上次交代我事 我已经吓唬过他了 您看还有什么吩咐的 你到底是吓唬他 还是变本加厉的怂恿他 哎哟 师傅 你何处此言啊 他又怎么了呀 上次的事他废了我弟 把我弟弟变成一个废人 现在他又企图欺负我妹 老牛啊老牛 这个包子在你手下到底干了多少恶事啊 什么 他竟然敢欺负你妹妹 这个不是死活的东西 他妈的 这是我一定为了他 好 你想怎么费他 师傅 您说怎么费 我就怎么费他 好 那我今天就帮助你 大衣灭气 你咋办了 进来 老板 你找我 对 你怎么在这 好 你知道我今天叫你过来干嘛吗 老板 你听我说 他妹妹的事情啊 都怪他二弟的 都是他二弟的 你妈 我专门提醒过你 警告我你 你知道你惹什么人吗 你有几条面 够你死吗 老板 我 我是个鬼子 老板 这真不管我的事 跪下 是是是 我跪我跪 高先生 对不起 我真不知道那是您妹妹啊 不知道 你睁着眼睛说瞎话呢 我看你非要跟我较劲是吧 没有高先生 我真不是故意的 行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您放心 我以后不会了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你就只说一句 你以后不会了 你说的可真清楚 高先生 你也别太过分 毕竟你妹妹还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我妹妹要受到什么伤害的话 你还能归来让我说话吗 老板 你要弄清楚你是谁 那我师父说什么 那就是什么 再敢给我顶一句嘴 我嘴给你胡说 行 高先生 您说怎么办 好 把你经营家会锁给我砸了 什么 砸会锁 那不可能 我的会锁怎么说也得值上千万 不可能说咱就咱 你以为我现在在跟你讨价还价吗 你有跟我讨价还价的资格吗 哎师父 砸会锁这事呢 您再考虑考虑 那毕竟也是我的声音 再说也是您的声音 咱干嘛跟这钱过去 你少跟我废话 包总 你现在安排你的人去把会锁砸了 给我从头到尾 彻彻底底的砸 老板 你记住 我只给你这一次机会 要不然 下次就不是砸会锁这么简单了 行行行行 听说话 老板 现在安排人 你把我砸 老板 这你给我闭嘴 你他妈过去 多大麻烦 你不知道吗 马上安排人给我砸 要不然我砸了你脑袋 是 我砸了 我砸了 天爸 我给你安排个事 现在过去 多带几个兄弟 去把我会锁砸了 砸彻底 豹哥 我没听错吧 好好的会锁砸了 为什么呀 他妈的 我让你干啥 你就干啥 哪那么多废话 行 豹哥 我现在就去安排兄弟 把你所有的场合全砸了 砸 高先生 电话打了 你也听见了吧 满意了吧 满意 相当满意 那我能走了吗 走 走 走哪去 什么意思啊 事情还没解决完呢 你做什么 我的会锁都砸了 还没算吗 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应该砸一个小小的会锁就完了 高先生 高先生 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就太过分了 哈布 让你站起来了吗 你居然敢站起来 老板 我是跟着你干 但我也不是吃干饭的任人欺负 干了你呢 师傅 您接着说 如果砸了会锁您还不满意 那您继续 直到您满意没吃 好 包子 根据我这两天的调查 你这两年 简直是丧尽天亮 干这个坏事 你坑害了多少无辜的人 挣了多少藏钱做一些 高先生 这些 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吧 是跟我没关系 但是 你既然惹到了我 我今天就一定要带你去有关部门自首 把你所有的罪行全版做出 然后让你受到你任由的触犯 高先生 您是忍着 你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吗 我觉得你就是在开玩笑 把我的会锁砸了我也就认了 你居然让我去自首 承认自己的罪行 你不觉得可笑吗 可笑的是你吧 你知道我的罪行够我判多少年了 下半辈子都不一定能出来 你却让我自首 你觉得我会去吗 你今天就是打死我 我也不回去 我不知道你要判多少年 我只知道 如果你今天不自首 你只会判得更重 你什么意思啊 你所有的犯罪证据我都已经整理好了 在我手机里 你自己看 卧槽 这些视频和资料 你怎么会有啊 没有什么东西是我想要得不到的 捏你这种小角色小流氓 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钱的 高先生 求求你 你放回吵狗命吗 这些东西你要是交出去 我就完了 这恐怕不是你能够说了算了吧 老婆 你帮我跟高先生说说 我让你出事了 那你要好吗 必费 个废话 师傅 要不你把它交给我 我决定让他死得更惨 比解您的心头之恨 刘辉 你觉得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你的账还没给你算 师傅 这些东西要是交上去的 不但他们的 那对他公司也是不利啊 现在知道不利了 晚了我已经交上去了 报总我告诉你 你现在不自首 等会儿也会有人来抓你 你指不探得更重 什么 高先生 你不能指我与死地吧 不是我要指你与死地 是你自己指自己与死地 你早就该知道 自首是你唯一的出入 我 我 就 就凭你小子也想跟我斗 你也不撒谱 你要召召自己 看看是你什么货子 从你坑我二弟 如我妹妹开始 你就应该想到自己是怎样的坚逊 师傅 您得三思啊 你给我住嘴 进来 高先生 把这个王八蛋给我带出去 带到他该自个地方去 让他一辈子为他的恶外蛋 是 高先生 求求你放过我 我以后再不敢给你做罪了 哎哟 师傅 这 这事情 太香了 师傅呀师傅 你怎么做什么 还是这么雷厉风情啊 刘慧 抱子的事情处理完了 该说说你的事情了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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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有什么事情 你自己干的事情 你不清楚吗 这些事情我是真的不知道 再说这抱子事情 真的跟我没有关系 我也早就提起过他 不要去招惹你的 几年前你跟我做事 我看你挺老实的一个人 我就把京北的这家公司 交给你全权做 甚至我都让你当公司的大股东 可是我这两年调查到 你干的什么啊你 嗯 表面上你是合法经营的上市公司 你背地里干的全是见得人偷的 哎哟师傅啊 其实这件事情 那 是不是会有什么误会啊 你觉得从我高底嘴里说说的话 能是误会吗 这个抱子只不过是你搞非法活动 的其中一个手下而已 刘慧 刘总啊刘总 你的胆子霸得狠啊 师傅 这这些事情 其实我是反对的 这不是 都是为了他们公司利益 才破对这么干嘛 好一个公司利益 好一个公司利益 难道说为了公司利益 你就可以做任何事情吗 你太让我失望了 师傅 这些非法的公司 我绝对再也不干了 你给我自己回来 我一定好好建议公司 行不行 机会我给过你 可是你不知道真心啊 机会不是一直都有的 那你准备怎么办 三天 我就给你三点时间 三天之内把你干过的 所有事情都给我列举出来 把你的全部股份也给我交出来 等着我处理吧 你 你这样太合不不至于吧 这都是你自成的 我告诉你 你再也不要做任何自取灭亡的事情 要不然谁都救不了你 哎呀 师傅 我可是你徒弟 咱俩又是这么多年的交情啊 别跟我提交情了 也别跟我提师徒 你再也不是我徒弟 哎 哎师傅 哎师傅 师傅说你挑招 你别走啊 三点 就三点 你给我记住了 哎呦 怎么了这是啊 生了这么大气啊 你怎么来了 小王八蛋走了 你到底什么时候把我调回公司呀 哎 过来 怎么了这是刘总 大白天的 你想干嘛呀 你个贱女人 老子今天心情不好 少都不来折我 怎么了这是啊 怎么就心情不好了 你倒是说出来啊 你是不是想让我帮你 还要解哪儿呢 我再说一遍 快那妈给我滚 刘总 你是不是想玩点四千 我那妈妈说没听清楚吗 滚 发什么脾气啊 滚就滚 这是 我现在帮我办两件事啊 第一 一,让豹子生不生贵不倦的消失 他知道的太多了 另外,找到高地的二弟,徐老花 想让我完蛋 别那么怪我,对你协下手 来,吃饭吧 小雪,你二哥来 我二哥他 他怎么了 爸,赶紧吃饭吧 老二可能就是去玩这玩几天 过一天就回来了 老大,你是不是和老二貌什么不愉快 没有吧,先吃饭吧 小雪,你说说,你二哥到底怎么了 没,没什么 我二哥就和大哥和我前两天吵了一架 我就知道,这老二真是不让人生气 老大 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品性 也知道老二是什么样的品性 但是不管怎么说,你们都好好帮帮他 他做的不对的地方,你们都原谅他 他这个人本身品性不坏 只是走望路而已 行了,我知道老伯 如果可以,我一定好过他 这就对了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相信,终究有一天 他一定会走上正轨 我相信阿哥 我也相信老二 好吧,吃饭吧 好 我什么学老二就是个笑话 我就是个废物 我 我连废物都不算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 哈哈哈哈 请问你去学老二吗 我是学老二,你谁啊 跟我走上吧,你们老板有钱 你们老板谁啊,谁去 刘先生,徐先生,徐先生,徐先生,对不起 大哥,你谁啊,你把我抓上来干嘛 来,我亲自给你送包 手下人办事陪茅草 我给你道歉 他们贵过,是你们贵人 大哥,你到底谁啊 你找葫芦里卖你什么药 我就喜欢跟爽开的交流 Boss你认识吧 Boss,Boss我当然认识 你是Boss手下 你来Boss我来了 你说吧,Boss呢,是我的手下 我姓刘 你就是刘师兄董事长,刘慧 没错,真是本人 看来一曲先生是知道的 您这么大人物,Boss的后台谁不知道啊 不过,把我捧了干嘛 我得强调一下 我是请你,不是帮你 懂得一样,你就只是说法什么事 把你请来嘛,自然是为了和你做一个交易 您这么大人物,跟我做什么交易啊 没错,就是和你做交易 而且啊,是一个大交易 只要你完成了,我给你一个亿 对了,一个亿 是的,我会听错 是的,你没有听错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预付五百万的预付款 五百万的 你想跟我做什么 很简单 只要把这个东西放进一个人的饮料里 让他喝了,你的任务就算完胜了 你给你倒手 这是毒药的吗 放心吧,这不是毒药 只要按我说的饭,你就会有事了 那,你想让我放谁的预料里 一个人流露街头喝着蒙酒 真是可笑 哎,你居然还把他当大哥 你给我闭嘴 我不管 这事我不会做 我不能出卖我大哥 我们可以神不知鬼不觉 完全可以伪造一场意外 是成之后 你可以非好他那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再也给我看别人的脸色 不行 我不能为了钱什么都不管 你已经为了钱出卖了你的妹妹 你为什么不能为了钱再出卖你的哥哥 而且这次多了十几倍 你不要听我妹妹 我还没说完呢 这件事你要是做 就有一个意义 要是不做 恐怕见不着明天的太阳 而且啊 我要比豹子 才是十倍了 不然你们为什么非要逼我 非要帮我逼死是吧 我这不是在逼你 我是在帮你啊 帮你走向荣华富贵 帮你走出人家的地步 帮你走出别人的嘲笑 高 高迪到底是什么人 你能告诉我吗 高迪 就是我的仇人 不对 是我们的仇人而已 等 当真给我一个业 那是 我给你写的线条 再给你把合同一线 再给你五百万个女傅款 你放心 一个亿对我来说 真不是什么事 好 这些事情我做 反正都已经当了那么多私人了 再当一次又怎么样了 这就对了吗 给 鸟片拿着 搞定了之后 告诉我 现场 我会找人出去干净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什么时候行动 则日不如装日 今天 就行动 好 那就今天 喂 大哥 老二 给我打电话干嘛 哎呀 我之前 确实 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吧 我这不是想通了吗 想跟你道歉 然后取得你的原谅 毕竟 我们还是两兄弟嘛 不再见啊 你真的想认错吗 大哥 我真的想跟你 好好地道歉 行 你说吧 我帮你到时候 说什么情况 大哥 这样子 电话里边 也一句两句 解释不清楚 我订了一个 就饭店保险 你要不过来 然后就我们俩送点 我们两个 好好说一说 肯定能把这事 给解决解决啊 好 你给我换位置 我把人都 好嘞 那大哥等一会啊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诶 大哥 来了 老二 你把我约到这来就是单准的要道歉吗 当然啊 我仔细想过了 我之前确实不是人 我确实干的都不是新人事 大哥 我求你原谅我 看在我们是从小长大的兄弟的份上 您就别再恨我了行吗 就你干的这些事啊 要是别人 我早就把他腿打断了 我觉得我对你已经够人之一见了 我想啊 我以后一定改正 等你走了以后啊 我一定好好地照顾爸跟小雪 我们恢复以前一家人的感觉行吗 你觉得还能恢复到以前吗 你现在怎么去面对小雪 怎么去面对爸呢 我相信可以的 你们在我心里永远都是最亲的人 好 我希望你最好是发自内心的 我当然是发自内心的啊 大哥 我给你倒杯水了 今天过来就这么多事啊 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样 对不起 大哥 有条几条啊 倒个水 一紧倒上 好了 大哥 水到门了 你怎么不给自己倒上了 我最近肠胃不舒服 只能喝点热水 喝不了说两百元 好 那巧了 我最近跟你一样 大哥 你就当给我一个面子 我给你倒的水 你就小喝一点 就当甜蜜蜜吧 在我喝这杯水之前 你还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的呢 没有 没有了 没有了 没了 行 那我就喝了 大哥 等一下 怎么了 没事 我就是想起了我们小时候的事 对啊 我们小时候你是最调皮的 你每一次犯错 我都知道 你每一次犯错 从来没有逃脱过我的眼睛 但是每次我都替你淫漫 免得再骂打你 哎呀 这一晃啊 都好多年过去了 是啊 便坏成了很大 二弟啊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人生是很有趣的 就像这一杯水 看起来很清淡 但这水里面却有好多故事 还有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大哥 你说的没错 那既然是我二弟给我倒的 我喝 老二 你这什么意思 这杯水凉了 咋不喝啊 嗯 是 水凉了 水凉了没事了 凉了可以再倒 但是心凉了 可就五不热了 大哥 这杯水有毒 这水里有毒你怎么知道的 这水里有毒 我放的 那就有意思了 放毒的是你 拿走我水杯的也是你 那你到底是想我死还是不想我死呢 大哥 对不起 我不想让你出事 你真是个王八蛋啊你 到底还有什么设施你不敢做的 大哥 你杀了我吧 清脱王头都是我的错 我刚才就说了 你小时候犯的每一次错我都知道 没有一次逃破过我的眼睛 你现在长大了还是一样 你照样逃破不了我的眼睛 你知道为什么我明明知道水里有毒还要把水放在嘴边准备喝吗 我就是要看看你的良心到底坏到了什么程度 还好 还好 二弟啊 关键时刻你把我杯子拿走了 证明你还是有一点的良心的 你要是没有这最后一下 你今天就彻底废了 大哥 对不起 我不是 我告诉你 从你被刘徽带走 到你和刘徽做交易 从你订房间约我 意图谋害我 到你到水里下毒这回事 每一个细节我都尽收眼底 只不过你们不知道 大哥 我不求你原谅我 但是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站起来 跪着这样 像什么样子 他上桌给你多少钱 一个亿 你知道他是谁吗 刘士青江董事长 那你知道我是谁吗 不知道 我是你大哥 我也是他刘徽的老板 你明白吗 你是刘徽的老板 行了 今天我们两个的事到此为止 接下来你只需要延好你自己的戏就行了 什么戏啊 现在给刘徽打电话 就说我已经喝下了毒药 将计就计 喂 刘总 事情已经办好了 人已经倒下了 过来吧 站起来 站起来 跪着这样 像什么样子 他上桌给你多少钱 一个亿 你知道他是谁吗 刘士青江董事长 那你知道我是谁吗 不知道 我是你大哥 我也是他刘徽的老板 你明白吗 你是刘徽的老板 行了 今天我们两个的事到此为止 接下来你只需要延好你自己的戏就行了 什么戏啊 现在给刘徽打电话 就说我已经喝下了毒药 将计就计 喂 刘总 事情已经办好了 人已经倒下了 过来吧 回家 搞定了呀 看 许老二 干得不错呀 我就说你小子一定行啊 为刘总办事 当然要捷征全力了吧 行 走吧 这儿 没你的事 刘总 你答应给我的钱还没给我 什么钱 你说好事成之后给我一个亿啊 我如果给你一个亿就给你 你算老了几年 不是 刘总 他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我就说话不算数了怎么着啊 你瞅瞅你的熊样 还想要一个亿 你长了一个亿的脸了吧 赶紧滚哪 刘总 你这样办事不地道 我能不能让你滚蛋 你没听着啊 信不信把你也了事 笑 我走 我走 真是有病 老子的结识谁讲这个就真的吗 安排一下 薛老二今天务必我抓回来 必须疯狂 是 师父呀师父 你现在怎么成这个样子了 你不是要夺走我的权利 要拿走我的股份吗 你倒是起来呀 抽手你这熊样 我他妈忍你很久了 什么狗屁战争 我看你他妈也就一不开一机 老子今天就要做了你 谁也别想夺走老子的权利 我还要把所有的罪悟 都退到你的身上 拿走你所有的产业 小伙子 我走 我走 真是有病 老子的权是谁想认就真的吗 安排一下 薛老二今天务必我抓回来 必须疯狂 是 师父呀师父 你现在怎么成这个样子了 你不是要夺走我的权利 要拿走我的股份吗 你倒是起来呀 抽手你这熊样 我他妈忍你很久了 什么狗屁战争 我看你他妈也就一不开一机 老子今天就要做了你 谁也别想夺走老子的权利 我还要把所有的罪悟 都退到你的身上 拿走你所有的产业 高迪啊 我不管你有多厉害 你在我留回面前 你是龙 你也得给我变成龙 唉 我这么成功的一个企业家 叫你这么一个毛头小的师父 想想我他妈就来劲 这就好了 去你的阎王府 趟你的师父去吧 哎呀 不过话说 我还得感谢你啊 你搁得我这么大一个公司 让我干了那么多贱门的人的勾当 让我现在是正在盆满锅满 老板 现在这也怎么处理 先想办法给我弄出去 好 老板 人呐 人呐 人呐不在呢 人呐 干嘛在这儿啊 你是来找我的吧 是来找我吗 你 你怎么 我死而复生啊 这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回事 你看不出来吗 难道 难道你是给我装死 有这么明显吗 我还以为你看不出来 这那么徐老二竟然敢背叛我 你还要搞清楚 学老二跟你是什么关系 跟我又是什么关系 他不背叛你背叛谁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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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跟你闹着玩的 现在说闹着玩了 太晚了 老板 你拍着干嘛 现在我们两个人 他一个人 他既然没死 那么先把他打死 让你多嘴 师父 师父 我求求你 求求你放过我吧 再过一次机会 求求你了 师父 放过你 你想让我怎么放过你啊 你个混蛋 这是什么事我敢干啊 你现在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 你竟然还敢谋害我 师父 对不起 这 这 这都是误会啊 别叫我师父 上次我只想收回你的股份 并没有追究你的责任 你竟然要置我于死地而流水 从现在开始 你完了 你彻底完蛋了 今天发生的事情 我都有录音 还有你之前 所有作傲的证据 我全部都有 你就准备好 抱在一起 在监狱里安享晚年吧 不要师父 不要 师父 咱是有消息的 咱们有八年的消息 八年的情感 你看在这八年的情感上 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保证 我保证以后好好听你的 你没有机会了 我给你的东西 我要全部拿回来 而你 又面临你该有的惩罚 回去吃葡萄呀 师父 就这样吧 师父 不要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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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您放过 我以后给您带 抓住做马 放开 师父 我求求您 您要不放过 我还怎么办呀 你给我放开 您答应我 我不能放开您了 刘霍 我再告诉你最后一遍 立马给我放开 不要扫着我们的内心 师父 师父 您不能走呀 师父 您走了我 咋办 大哥 刘霍已经被我搞定了 他彻底完蛋了 你现在明白了吧 这些罪大恶极的人 没有一个会有好下场 如果你继续跟着这种人混 你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大哥 你能不能原谅我 师父 师父 求求您放过我 我以后给您带 抓住做马 放开 师父 我求求您 您要不放过我 你怎么办呀 你给我放开 您答应我 我不能放开您了 刘霍 我再告诉你最后一遍 立马给我放开 不要扫着我们的内心 师父 师父 您不能走呀 师父 你走了我 咋办 大哥 刘霍已经被我搞定了 他彻底完蛋了 你现在明白了吧 这些罪大恶极的人 没有一个会有好下场 如果你继续跟着这种人混 你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大哥 你能不能原谅我 原不原谅你以后再说 先回家吧 爸跟小雪都等着呢 走 爸 爸 小雪 小雪 没在啊 哥 哥 哥 这有三姐头啊 这 这谁干的呀 肯定是刘霍 这些畜生 我刚才就不应该放他走 那怎么办呀 这 我们现在过去 一定要祝福大家 可是 密室在哪 密室 密室 我应该知道在哪 祝祝我们现在 先别急 我们现在过去 看他爸跟小雪要求我们 弄地死无疑啊 可是我们不去了 他俩不还是死定了吗 原不原谅不原谅你以后再说 先回家吧 爸跟小雪都等着呢 走 好 爸 爸 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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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在啊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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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三姐头啊 这 这谁干的呀 肯定是刘慧 这些畜生 我刚才不应该放他走 那怎么办呀 是 我们现在过去 一定要救助他俩 可是 密室在哪 密室 是密室 我应该知道在哪 就是我们现在 哎 先别急 我们要现在过去 他拿爸跟小雪要求我们 弄地死无疑啊 可是我们不去了 他俩不还是死定了吗 他让我们去密室 那刘慧肯定就不在密室 而刘慧知道我的武力之人 所以他不可能把八根小雪 安排在密室 所以 我们别分两路 我去密室偷出刘慧 我会想办法偷出刘慧的话 到时候我给你消息 你直接抱一下 先就八根小雪 这样行吗 万一你偷不出刘慧的话 嗯 刘慧跟了我这么多年 他的性格我很了解 所以我笃定 我一定能套出来 那你要小心点啊 走吧 刘慧 你个叔叔 你把我八根小雪 怎么啦 你在跟谁说话 他让我们去密室 那刘慧肯定就不在密室 而刘慧知道我的武力之人 所以他不可能把八根小雪 安排在密室 所以 我们别分两路 我去密室偷出刘慧 我会想办法偷出刘慧的话 到时候我给你消息 你直接抱一下 先就八根小雪 这样行吗 万一你偷不出刘慧的话 嗯 刘慧跟了我这么多年 他的性格我很了解 所以我笃定 我一定能偷出来 那你要小心点啊 走吧 刘慧 你个叔叔 你把我八根小雪 怎么了 你在跟谁说话 我问你他们两个现在在哪 你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你不清楚吗 师傅 这些可都是你逼我的呀 你家人要是有什么事 这可都是你害的呀 少废话 你想要什么 说我都给你 痛快 我要一百亿 你给我吗 好 我给 但是前提是 你让我先向他们俩 你能不能有什么资格 跟我谈条件 你觉得你绑架了我的家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 你可以试试 一小时之后 我小弟收到我的信息 你的家人 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恐怕不是你想的这样吧 嫂子老子废话 上次读你没有成功 这次 喝了这杯水 我就放了你的家人 这是要我命的水吧 就是要你命的水 老子今天就是要毒死 如果你不喝 那你的家人就得完蛋 哪有 我喝 你真敢喝 当然 这是毒药 你竟然真的敢喝 你让我喝 我能不喝 你就不怕死吗 怕 我当然怕 但是我知道 它根本就不是一杯毒药 它就是一杯普通的纯净水吧 你凭什么觉得里面没有毒药 你不是还要一百亿吗 钱还没到手 你舍得让我死吗 聪明 不愧是我师父啊 所以你拿什么跟我斗 你放个屁 我都知道你吃了什么饭 跟我斗 你就是自取灭亡 我已经被你搞的灭亡了 我还有什么不能做的 我还有什么可怕的 反正你的家人在我手里 我就能斗斗过你 除非你至于你的家人不 哎呀 你这个人啊 你总要把自己折磨的一点余地都不留啊 少废话 现在把钱赶紧转过来 要不然 你的家人就完了 这么多钱我怎么转啊 我相信你肯定有办法 好 要转也可以 但是先让我见见我家人 不可能 以你的能力 只要见着了 你就有办法把他们救走 那你总要告诉我他们在哪儿吧 少废话 你以为我傻呀 我就问你转不转 我不转 你真的就不怕 我对你的家人动手 怕 我当然怕 但是以你的性格 恐怕我转的时候死得更快吧 我保证 只要你转了 他们都会没事 但是你家的在哪儿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不告诉我 我也知道 你家我也已经派人去了 我家 去我家 你以为我会把人放到我家吗 不仅你家 你公司 还有你民家 所有的房子 我都派人去了 你真是傻的可以啊 我选择的地方 绝对是你想象不到的点 让我猜猜 你选择了一个偏僻的地方吧 怎么可能啊 我就选择一个热闹的 而且是被你伤害过的地方 又能怎么样 被我伤害过的地方 不会是被砸的豹子会锁了吧 这也不可能 我说你跟我斗 你不是我的对手 他还不信 喂 老二 再包子会锁 快去 高队你他妈真的不是 我是不是人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你的计划 马上就要落空了 你跟我斗 就是把鸡蛋破石走 我他妈坐会也不会放过 那你要先坐牢会再说吧 走吧 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 跟我走 快去哪儿 去你该去的地方 走 爸 小雪 您没事吧 老大 我们没事 没事就行 都怪我爸 这有不好 差点害了你们 大哥你说什么呢 我们这不是什么事都没有的 就是 哎 哥 你真厉害啊 您还真能从刘慧村里 掏出这个地方来 刘慧我太了解了 弄倒他倒不是什么男事 那他现在怎么样 我已经把他送给他该去的地方 这辈子都出不来了 这就太好了 这恶人呀 就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 对呀 我们这段时间真的发生了好多事 多好在我们都好喝的 刘士集团我已经收购了 我们新任的董事长 我已经有了人选 哇 大哥你怎么这么厉害 刘士集团你能不能收购 你大哥这些年可是搞了好多了不起的事了 太佩服你了大哥 这刘士集团总市长呀 我计划上老二个小曲 顾本担任 你们俩争取好好配合 一定能把公司弄得风生睡起 我俩行吗 我说行就行 你的能力我还是知道的 你只要好好干一定能行 还有小雪 名牌大事不业 我相信你们俩一定能经营好这家公司 哎呀这太好了 今天这么好的事 我们应该好好的庆祝一下 回家 我下厨 我们好好的去一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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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